赵薇的这段过去太痛了。直到告别是那天痛哭,大家才知道她竟还是忘不了她。 赵薇,因扮演小燕子在全亚洲走红,注定了她会是个不平凡的女人。 我们不得不佩服她的才华横溢。 赵薇不但在电视、电影、唱歌、导演等四大领域有不凡的成绩,在商业上也是大亨击人物。 这么一个成功的女人,背后一定站着不少男人在支持着她。 这其中自然也有赵薇忘不掉的人。 众所周知,赵薇的老公是富商黄有龙。 赵薇能嫁给她,算是她的福气了。 自从嫁给黄有龙后,赵薇的身价一下子翻了好几倍。 老公作为陪伴自己一生的人,自然是忘不掉的,至于排在地级位,就不得而知了。 其实到在免大学时,赵薇就一直被同班的黄晓明喜欢着。 可惜因为黄教主岁数小,不成熟,赵薇对她没什么感觉。 黄教主曾在媒体面前公开承认,赵薇是她最爱的女人,为她死都可以。 可惜最终被黄又龙截足先登,抢走了她的梦中行人,而她也已经娶了baby。 赵薇行商之路之所以如此顺利,少不了生意伙伴马云的支持。 赵薇与马云的私交了得,经常理上往来,建立了格外深厚的革命友谊。 事实上,除了马云,赵薇也在商界也揭示了不少生意伙伴。 但他们都不能取代马云在赵薇成功人生道路上的重要地位。 在还没和黄又龙认识前,赵薇曾和王立琴拍过拖。 王立琴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,多次在国际比赛上荣获冠军,现担任上海聘语中心主任。 据了解,两人是在2000年的时候认识的,当时,两人的恋情还轰动了整个娱乐圈。 虽然这段恋情不被外界看好,但当时两人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。 但这也将赵薇推上了风口浪尖,很多人骂赵薇会影响王立琴的比赛成绩。 而且,只要王立琴在比赛时的水平一出现波动,赵薇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。 两人在众人如此不看好,的情况下依然痛苦地相爱着,可见两人爱得深切。 然而王立琴的家人不愿意接受戏子。 而且当时王立琴的视野受到了赵薇日期旗袍事件的波及,王立琴的父亲更加强烈反对了。 被逼无奈下,王立琴不得不和赵薇忍痛分手。 这算是赵薇被人抛弃的大事了,如此刻骨铭心,想必赵薇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 不知道现在的王立琴以及其家人,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呢? 要知道,要是娶了赵薇,体育界就怕最牛掰了。 孔定辉,李金宇什么的,他们的女人肯定是无法和赵薇PK的。 但是,最最最让赵薇忘不了的男人,当初谢进导演了。 谢进在其50余年的导演生涯中,指导过20余部影片。 影片大多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历史时期老百姓的命运,歌颂了人类的真上美。 谢进指导的影片中,曾有六部获得了百花奖,这一傲人成绩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机有的。 谢进正是赵薇的恩师,是她造就了赵薇。 赵薇曾说,没有谢进,就没有今天的赵薇,我能从普通师范学生进入到表演行业,谢进老师功不可没。 1994年高中毕业后,赵薇遇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极大的恩师,电影大师谢进。 并进入其创办的谢进恒通明星学校,出演电影《女儿骨》的女主角后,开始在演艺圈展露头角。 之后,赵薇遍约不断,接连拍了《姐姐为美闯北京》及其系列广告,音乐MV。 并且她基本是以女主角的形象出现。 1996年,她顺利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。 这一切的背后是谢进不可磨灭的功劳。 2008年,85岁的谢进临世。 在追导会上,赵薇哭得如此伤心,可见她是多么爱她的恩师。 谢进追导会在龙华殿仪馆大厅举行。 找名影星范冰冰前来送别,因过于悲痛导致情绪失控,现场发生冲突。 不仅是对赵薇,谢进导演对于中国电影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多亏了她,才有今天的赵薇。 如今赵薇可以说是大写的人生赢家,不仅事业有成,家庭美满。 从下图和林心如的合照可以看出,她甚至比十几年前的小燕子还要美。 赵薇素颜都这么美,难怪掳获了黄教主的心。 也许每个人一开始都是一样的懵懂。 但数十年后默然回首,财经绝生活之所以有点差的拒之别,全是因为当初的一件事,一个人。 这就是机会。 对于赵薇来说,这个人,就是谢进,一个在中国现代电影史上金光灿烂的名字。 却也改变了她的一生,这样的过去,或许也才让赵薇变得与众不同。 赵薇,1976年3月12日,中国大陆导演,女演员,流行音乐与歌手。 因1997年主演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而迅速窜红。 目前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,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会长。 中国电影是一出家协会演员工会副会长,中国环境促进会长任李施,并且是法国如德拉宏酒协会授薰西市。 在中国大陆,赵薇与张子怡,周迅,徐敬磊定称为四大花蛋。 除大众电影百花奖影后与最佳导演之外,赵薇还获得上海国际电影竭金决奖,华表奖以及中国电视精英奖等国家影视奖项的最佳女主角奖。 2014年,赵薇在导演作品获得肯定后,又带以陈可欣电影亲爱的入围第51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并赢得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